第十一章 第十一章 接受我们今天读四十几的第十一章 请大家翻开四十几十一章 今天我们会看到四十几里面的第八卫士 是耶和他 那么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的题目叫做胜利的悲剧 胜利打胜敌人是件很快乐的事 但也因为这个胜利带来了一些悲剧 一些痛苦 那今天我们14个人读圣经 一个人读三节 那最后那两位 请你们读两节就好 最后两位 感谢主 谢谢大家读圣经的兄弟姐妹 谢谢你们 在这一章里面有两件事要先讲一讲 第一件事 讨厌你的时候就赶你走 但是需要你的时候就叫你回来 天底下有这样的事吗 不要我的时候赶我走 要我的时候就叫我回来 这件事情就是耶和他的一生 在他的一生里面 他就是面对这样的事情 那请问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事 或者在你身上有没有发生这样的事 讨厌你这时候赶你走 要你的时候就叫你回来 那第二件事情 今天的社会 今天的这个世界是个术谎的世界 到处都说谎 那就算自己承诺的 自己讲过的话也不承认 有时候我没有讲 但是今天我们在这一章里面看到 什么叫做一诺千金 什么叫做你讲出来的话 就承诺到底 负担到底 甚至自己痛苦也要承担到底 这件事也发生在耶和他的身上 第三件事就是 神为什么要检选耶和他成为以色列人的事实 第三件事就是 神为什么要检选耶和他成为主 好 我们来试看十一章的 我们分五段来分享 第一段就是耶和他的畜生 介绍他的背景 他的畜生 第一段就是耶和他的畜生 介绍他的背景 他的畜生 那就是一节到三节 这里说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 圣经给他的评论是一个勇士 很有能力的勇士 这是圣经给人很崇高的 很尊庸的一个臣夫 那可是呢 他却是基尼所生的儿子 那跟着呢 他就被赶出家门 因为家里的人不能接受他 那最后他被赶出去了 他跟谁一起生活呢 这里说他跟那些匪类啊 匪徒啊 那些流浪的人啊 那些社会离去的人啊 跟他们在一起 常常进进处处 做他们的领袖了 那关于他的这个背景 他的畜生啊 我们有什么感想吗 第一 他是基尼所生的儿子 这个他没有的选择 好像我们今天身在有钱人的家里 哇 身在王宫里面 那有一些是身在贫苦的家庭 很贫穷的 那我们没得选择呀 我们这个孩子没得选择呀 所以有很多孩子就埋怨父母说 你们为什么把我生在这么穷的地方 为什么我不是生在那个有钱人的地方 很多人这样埋怨父母 埋怨啊 那么讲到这种背景 耶伯他也是很可怜啊 是基尼所生啊 他不只是贫穷嘛 甚至是被人不能够接受呀 如果用今天的人来讲呢 今天世界的人来讲 这个就是命运啊 我的命运生来是这样啊 我不能改变 这个是命啊 我们讲的命啊 命运 那我们讲命运的时候呢 那个就是指神哦 天哦 天的意思哦 那跟众呢 天的意思是这样哦 跟众人呢 第二节说 他被兄弟 他的家人 他的兄弟 排挤他 赶他出来 不单只家里的人赶他 甚至那个住的地方的那些长老们啊 那些社会上有名利 有地位的 有权品的人 也赶他出来 不让他住在那边 那被人赶出来 那个就是人为的因素咯 人的问题咯 这样你看到什么问题在哪里吗 看到天也给他这样的安排 人也对他这样的不公平 天也给他不公平 人也给他这样的不公平 如果你的人生是这样 你怎么过 你还会敬畏神吗 你还会敬拜这位神吗 你还会有一种爱心来接受吗 来原谅吗 你会吗 这个就是他的背景 也就是我们说的他的命运 结果他流浪 飘破到头破 在第三节 飘破到头破 跟一些毁力在一起 那些我们今天来讲 就是那些坏人在一起 那些黑社会在一起 他就说 他跟坏人在一起啊 他是想安排黑社会啊 我们就是骂他啊 批评他啊 是不是 不然你叫他去哪里啊 他是家里的人也不接受他 那么那个城市里 他住的地方 那个城里的长老们 大家也 这个社会也不接受他 你叫他去哪里啊 他只能去那些 其他的也是被砍出来的 那些流浪人在一起啊 他只能够这样子啊 不然怎么样呢 他今天会跟这些人在一起 是被人家逼的啊 被人家造成的 是被家里人毙的 是被那个城市的长老们毙的 不是他自己做错 不是 因为他根本没有做错什么事啊 他只是因为是基女所生的儿子 就不接受他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 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 我们要注意这件事情 但是这个社会 都是看你的背景的啦 不然就是轻视你 就是排挤你啦 所以神呢 我们看到呢 神常常来拯救这些人 来接纳这些人 好像神接纳耶布他一样 神接纳他 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 英雄不论畜生的啊 一个真正的英雄勇士 不计较他的畜生 是什么的卑微 不计较 那圣经也说 神岂不是从粪堆当中 灰尘当中抬起人 把人抬起来吗 在粪堆里面把人家抬起来 那很多时候 神要用一个人 让他经历这种苦难 好像天也不要他 人也不要他 常常经历受很多的苦难 那其实就是神要用他 在顺炼他呀 那我们继续看第二段 第二段就是激烈的长老们 请耶和他做他们的以色列的元帅 做他们的首领 那这第二段是在四节到十一节 你看到吗 开始的时候就赶他出去 现在有需要了 就请他回来 我们需要你 看到吗 所以这个第七节 耶和他也生气 对那些长老说 从前你们不是恨我吗 你们不是赶我出去吗 你们为什么现在来找我呢 他也很生气 这些长老第八节说 我们请你回来 是要你去帮我们打仗的 把你请回来 去打敌人的 那如果你可以为我们出战呢 你就做我们的领袖 我们就支持你做我们的领袖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说 在他们的以色列国里面 在他们的那个族群里面 那个支派里面 他们找不到一个领袖 找不到了 或者找到了那些人 那些人又不愿意出去打仗 不愿意 或是他们找到一个领袖 但领袖 也不愿意 对 只好他们想到耶和他 也是一个勇士 有一个单人跟着他 那么就去请他回来 我感受到请他回来 不是很看重他 他们都不要他的 恨他的 看情他的 是因为找不到人 找不到人来帮助他们 所以只好找他 我的感觉是这样 那么我们从这件事情 请你注意看 以色列的长老们 在这个打仗当中 打敌人当中 他们没有求问神 一句话都没有求问神 他们就直接去找人 找人来帮忙 结果别的人不要 或者找不到人 就来找耶和他 他们不是先找神 知道吗 先找人 这个是在耶和他第八位事实里面 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你看其他的事实 都是说他们去哀求神 因为他们受苦 受被敌人欺负 他们去祷告求神 那么神就兴起一个事实 先求神 然后神来安排 那现在这种情形 不是先求神 是求人 那神什么时候答应呢 我们发现到神没有马上答应 因为他们不是求神 他们求人 我们一直看 看到29节的时候 29节的时候 神的灵 神的灵 才降在耶和他身上 才认同他 才选择他 帮助他 虽然以色列长老没有求问神 但是耶和他自己呢 他有去向神祷告 他有去向神报告这件事情 虽然以色列长老没有求神 但是耶和他自己呢 他有去向神祷告 这件事情 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答案在11节 那当这些长老回去过后呢 耶和他就在米斯巴 将自己的话 长老来找他的事情 成名在耶和华的面前 就是向神祷告 向神来报告 那这就证明 这个耶和他 他心里还是有神的 还是尊神伟大的 他会去祷告求问神 反正这些长老们 以色列的带领者 没有人去求问神 没有一个 你们是靠人来打仗吗 还是靠神来得胜呢 那么我们看第三段 22节到28节 那么就看到耶和他两次 打发人去 去质问这个亚文人 就跟他谈判 跟他接触跟他谈判 那在这两次的谈判当中 也没有看到神跟他同在 没有 还是靠着他自己 跟敌人谈判的 因为到29节 这到29节的时候 神才悦纳他 神在观察他的行为 在看他 他所做的事情 结果神 神许悦他 神悦纳他 神就与他同在 那在这个第三段里面呢 他是讲四四百道理 他跟他的敌人 亚文王讲道理 你为什么这样欺负我们 讲道理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能够经过谈判 就不用打仗了 能够和平 那就和平了 不要打仗了 如果有时间你们自己看 十三节到二十七节 他非常熟悉历史 精通历史 非常了解历史 而且也非常熟悉 神的作为 神在以色列所做的 带领以色列人的那些作为 神的旨意 他非常清楚 从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我们来看一下 他说二十二节 从亚伦河到亚伯河 从旷野到越丹河 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土地 不是你的 神给我们的 那个也不是你的土地来的 如果要计较也是亚伯利人来计较 不是你们 那是 所以我们从他的这些讲话当中 这些辩论当中 我们知道他非常熟悉历史 也非常熟悉 这个信仰的神的意思 神的作为 非常熟悉 那二十三到二十四节 他直接说 这些地就是神赐给我们的 到二十六节的时候 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三百年了 你看它很清楚历史 已经有三百年了 你们为什么不来拿呢 你们早早 为什么这么多年里面 你们为什么不来拿呢 不是三十年 知道吗 三百年你知道吗 在这三百年里面 没有一个民族 其他的种族来争斗 说这个地是他的 没有 那是可以看出 这个耶佛他 虽然是大人勇士 可是他也是有智慧的 他也是讲道理的 而且熟悉历史的 熟悉圣经信仰的 我们来看第四段 就是耶佛他向神许愿 并且在这一段里面 他自负了亚文人 胜过了他们 这是在二十九到三十三节 那么他整个最后一段呢 就是胜利的悲剧 第最后一段 因为他牺牲了他的女儿 他整个问题就是在三十一节 他向神许愿说 如果我能够得圣 雅门人平安回来 我回到家的时候 无论是谁 从家里第一个 出来迎接我的时候 我就归给你 我就献他为番祭 这个是他出战前向神许的愿 我们今天有很多时候会许愿 在圣经有很多许愿 如果你答应我神 如果你让我平安 神你如果怎样怎样怎样 我就让我孩子当传道 我就奉献多少钱 我又怎样怎样怎样 这个都是向神许愿 但是他没有讲到 他这个许愿 他许愿的内容说 无论谁出来迎接 我就献他为番祭 结果是他独生你儿子 唯一的一个女儿 那到底他有没有杀他女儿呢 还是只是终身为没有出嫁呢 都很大的争论 有两派人士都很在争论 在我们这些书教也有两种争论 没有一个定义 而且两派人的理由都非常充足 我暂时不先讲这个 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我们先来看这个耶和他 因为他的名字的意思叫做 他开路 他开一条路出来 Jephthah means he opens he opens a way 为什么父亲会给他起这个名呢 我相信他父亲知道 他是个基女所生的 一定不被接受 一定会受很多的苦 一定会有很多的困难 等着他 那世事他生下来的时候也是这样 事实上也是这样 所以父亲很早就跟他 就给他起面说 你开路吧 你在这种种种的困难当中 没有路走当中 你自己要独立 你自己要开出一条路来 让自己有路走 你自己要坚强 他的意思是这样 因为没有人可以帮你 不只没有帮你 人家还恨你 还要对付你 所以你只有自己扎伤 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 你自己扎伤 意思是这样 你自己要坚强 所以他的名字的意思叫做 他开路了 就是你自己开路 你自己开一条路 另外一个意思呢 他明知的意思 另外一个意思叫做 释放了 他释放了 释放了 释放了 在拜五的讲到 我的师父吗 神啊 释放我吧 我说我对这个释放很敏感 有没有 结果我们看到耶父他 真的借着神的灵 他释放了以色列民族 让他们自由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他因为他名字 他释放了 他释放了自己 因为他心里的怨恨 他放下了 他不再记恨了 当我们不再恨一个人的时候 就是释放自己 自己就自由了 内心就自由了 因为他也能够 释放了他的恨 在他一段时间 因为他有自由 这是释放的第二个意思 他名字的第二个意思 那后来呢 在新耶希伯来书 有一个英雄榜 天国的英雄榜 也有他的名字 圣经把它列进去 是神国的英雄榜 那先知这个撒母耳呢 撒母耳先知呢 也有提到他是 神派他来拯救以色列人的 那么圣经给他的评语 叫做大能的勇士 非常有能力 那他也是一位一诺千金的 这个英雄人物 讲的话就算数 虽然自己吃亏 虽然自己痛苦 也会负责到的 这是我们对第八位事实的了解 那我们来看第二种人物 叫做激烈的长老们 激烈的长老 当然这些长老开始是不对的 因为看人家的背景 人家又没有做错 你为什么要赶人家走呢 你是看不起人 也做了不公平的事情 那后来呢 他们知错能改啊 他们能够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的自尊心 放下自己的面子 去求这个爷婆他回来 做他们的领袖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也是他们的美点 叫做知错能改 因为这个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 为了百姓 他们可以放下自己的面子 放下自己的自尊 这个是不容易做到的 今天我们的教会 我们的领导层 如果有做错了 你能不能够放下你的面子 放下你的自尊心 为了教会 为了福音 为了信徒 我们可以 会不会放下我们的面子呢 我们做得到吗 但是激烈的长老们做到了 今天的长老做得到吗 我们来讲第三种人物 就是耶和他的女儿 他的独生女儿 我们看他圣经给他的介绍 三十四节 他的出现 感受到他是充满着活泼 充满着朝气的一个独生女 一个很可爱的 很喜乐的一个独生女 我们可以看到 在书34 这女儿 是很可爱 很威胁 很活动的女儿 他不单止出来迎接爸爸 还拿着鼓跳着舞 出来迎接他爸爸 Not only did he come 那她出现 来迎接她爸爸 She came out 那作鼓跳着舞 当然应该也是唱作歌 应该跳舞唱歌都是在一起的 那你就看到圣经教的描述 她是非常活泼 非常可爱的女儿 很热情的 有些女儿很冷酷的 很酷的 没有笑容的 你跟她打招呼 她也不看你的 你跟她讲话 她也不踩你的 很冷 看起来 她的女儿 以后她女儿 不是这样的 很薄薄 她知道她爸爸的 愿望过后 我们看她没有责怪父亲 哎呀父亲啊 你为什么讲这样的话 你为什么做这么愚蠢的事 她没有责备她父亲 她反倒去安慰她的父亲 她甚至还鼓励她父亲 你一定要照你的喜愿 照你像神说的话去做 你一定要这样做 看三十六节 而且神也听你的祷告 听你的喜愿 把仇底得胜了 得胜仇底了 我们更加要这样做 更加要还愿 and she said that since our God has already answered your prayer and defeated the enemies 我想有几个儿女的做得到这点 父亲讲话讲太快 可以说是洗错愿的 但是儿女们却可以体谅父亲 可以原谅父亲 还可以support父亲 有几个儿女做得到 我问一下 多少儿女能够认识 和支持他们父亲 当他们父亲被骗子 而成为错误 那从她的表现当中 我们看到她有三个信仰的表现 第一我们看到她的信心 她说神已经为我们报仇了 看到吗 神已经为我们报仇了 然后她坚信这个是神的作为 坚信这个是神的帮助 神与我们同在 这个是她的信心 那第二个信仰的表现呢 就是她顺服 顺服 乐意地将自己献上 既然已经答应要献给神了 那么就顺服 配合 第三个信仰的表现就是 就是舍去牺牲自己 舍去自己 圣经只是几句话这样描述她 但是当我们看到她 在她身上 有三个信仰 很宝贵的 很荣耀神的信仰 在她身上 请问你有这样的信心吗 请问你有这样的顺服吗 请问你可以牺牲自己吗 那关于你们自己看哦 到底有没有杀她的女儿呢 还是只是让她终身没有起家 没有嫁人而已呢 我们提出这个关键啊 它是最关键的 因为这个圣经记录不清楚 两个方面你都可以讲 你也可以讲 她把女儿杀了 献给神 你也可以讲 没有把女儿杀去 都可以 两方面都有很强的证据 很强的证据都有 那个关键现在三十一节 他讲的话 请注意三十一节 其实当我们注意看的时候 我们化身到三十一节 有分两部分 这个耶和他对神许愿的时候 有分两个部分来讲的 第一 如果谁最先从家里出来迎接我的神 我就将他归给你 将他归给你 归给真神 归给他 属于神的 就是将这个人献给神 将这个人献给神 属于神 并不是只要把他杀掉 献在祭坛上 你知道吗 不是呀 如果他说他说他会给神 这也不是意味着 他会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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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将她 在祭坛上 好像我们传道人也是献给神 把自己献给神 我们有杀自己吗 没有吗 我们就是当传道而已 那么哪些耳人 也是归给神 献给神 但是他们没有杀在祭坛上的呀 是吗 哪些耳人 也是归给神的呀 所以第一个部分呢 我就把它归给你是子人 将这个人献给神 so the first part here whoever comes out to meet him he will give the person to God 第二个部分 我也必将他献在祭坛上 作为番祭 是第二部分 献在祭坛上 那一定要杀 一定要流血 那是指不是人 是其他的牲畜 the second part offer as a burnt offering may not refer to the person itself but to an animal 如果我们能够搞清楚 31节这两部分 我们就比较有把握 so if you are able to understand this verse 31 that is in these two sections there will be more confident in explaining 因为神禁止 禁止神的儿女们 杀自己的儿女献给神 神禁止神不要 不可以这样做的呀 神是不要的呀 because God detects us from killing our own children 那如果 如果耶佛他 真的杀你而献给神 神怎么要呢 神一定会制止他 神说你不可以这样做呀 我已经警告了 在摩西时代 就说不可以了 那如果现在神不阻止 神也接纳 那等于说 神也要 神自己违反 自己的法律 那再来 如果你要杀人 献祭给神 一定要到四罗去 因为四罗那边 有会幕 你杀人 献给神 那些长老肯 那些祭祀肯 神肯 一定会阻止你 不可能会答应你的呀 If he were to really sacrifice his daughter as a burnt offering then he will have to take the daughter to Shiloh where the tent of meeting is and the elders in Shiloh would not have agreed to him killing his own daughter 那我们时间不够了 后来我们发现到 他的女儿终身 终身没有亲近男子 39节 那么就是 他献给神 成为一生 富士神 在神会幕 富士神 我们发现到 不只是男人 可以献给神 来富士神 连女人也可以 父女也可以 那么我们来看一些圣经 撒末尔记上的第二章 第二章我们来读 这个 22节 这个说 以利的两个儿子 是坏人 这个以利年老的 他听见 这两个儿子 以灰幕门前 事后的妇人 这句话说 在黑幕里面 有装 侍奉神的那些妇女 那在明书记第六章第二节里面说 要献给神 做哪些儿的 就是献给神的 那么男人也可以 妮人也可以 男女神都会接受 所以因此 这个耶活 他的女儿 是建给神 终生富士神 因为我们的时间到 没有办法再讲下去 可是 很多传道 也不少的传道 是支持说 杀女儿的 很多传道是这样的 我是属于不同意的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 shall all play together